作为男人,肯定希望自己的女人一辈子只爱一个人,这样我们就可以天长地久,从黑发走到白发,但是这是不可能的,如果真的有这么容易就找到那么一个一生只爱自己的女人,那么肯定就不会有那么多单身的女人。 实话就是一个女人一辈子可能会爱上两到三个男人,一个是念念不忘,一个是刻骨铭心,一个是相伴到老,两三个差不多刚好,不多不少,少一个不够成熟,多一个显得烂情,其实不要在意一个女人爱过几个人,她只要每段感情都是一心一意的,那么她就是个好女人。 下面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三个感情,男人也同样。 一,念念不忘,那可能就是初恋的记忆,初恋时的懵懂,无论是谁,初恋对于她来说都是最单纯,最美好的,那是她一辈子可能都无法忘怀的,尤其是纯真的校园初恋,甜蜜的微笑,第一次牵手的紧张与兴奋,和那时在一起的羞涩脸红,怕被发现了惊慌,那么多的第一次就更成了初恋时美好的回忆,都说没有成功的初恋,这可能有些夸张。 但是对于那时懵懂的我们,不知道如何去经营,最终几乎初恋都是以失败告终,也就成了念念不忘的记忆。 二,刻骨铭心,经历了初恋的痛苦与失败,我们可能已经对自己想要的,和怎么去维持爱情,有了一定的认知和经验。 于是我们和情侣甜蜜的计划着彼此的未来,想着自己的婚礼,我们开始对每一次的约会有了重新的认知,我们为了她打扮,为她学习化妆,学习穿戴,就为了在她眼中自己是最完美的自己。 我们努力把自己变得优秀,变得足以与她匹配,可以昂首挺胸的站在她身边。 可是现实把我们打败,我们看不到彼此的未来,于是哭着笑着说声再见。 大约真的是我们都不会和最爱的人一起终老,于是就成了刻骨铭心的存在。 三,相伴到老,我们经历了前两次的恋爱,经历了生活的打磨,成熟了,我们不再是那个动不动就会脸红,会为了失恋在大街上痛哭脆弱的人了。 心慢慢的变老,不想要再流泪。 我们开始渴望安定,渴望婚姻,于是可能是相识,也可能是相亲,我们认识了一个觉得还不错的,可以结婚相伴的人。 我们步入婚姻的殿堂,开始为了家人操心,为了采米油盐费心。 两个人也许为了小事争吵过,脸红过,为了偶尔的惊喜开心过,也为了新生命的到来喜悦哭泣过,但是彼此都没有想过放弃。 慢慢的我们都老了,走路都灿灿微微的,但是却相伴道老至此。 没有哪条规定说一个女人一辈子必须爱上几个男人,或者男人一生爱过几个女人。 如果你们能够遇到一眼就能定终身的人更好,其实只要你们在一起的时候,他都是全心全意对你,陪伴你,将你放在心上,那就是最好的。 也许有其他人是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吧,请你不要着急,好的爱情可能会来得迟一点,但来了一定会是幸福的。 男人也不要纠结一段两段的感情,只要你们幸福,那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有说服力,且行且珍惜。 男人也不要紧张着后, veilي。 恩兴, 지원不 COVID-19。 有呗,尔馬,尔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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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尔馬,尔馬,尔马,尔马,尔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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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尔马,尔啊尔馬,尔马尔马尔斯卡尔的纪,尔马尔马尔的尔馬尔,尔馬尔文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